你去路口附近搜索 张晓哥 来 拿着他 我扶你 走 兄弟们 快点 抓活的 快点跟上 快跟上 跟上 快点 快点 一排长 你把前面的路口堵住 二排长 你去路口附近搜索 快点 走 跟我走 这么看来 前面那路也走不通了 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快 咱们赶紧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吧 躲过今天晚上 明天再想办法 好 走 快 快 抓不着那两个人 就没法向团长交差了 快点 快 修如怎么没载掉 囚长王那狗日的 先别说这个 来了这么多搜山的兵 修如他们有危险了 那咱们老在这儿待着 也不是个事啊 要不先到别的地方看看 兴许能碰到修如他们 走 走 走 孙连长 我听说昌昊把那个姓尹的婆娘结走了 修团长派了很多兵 正满山遍野地搜捕他们呢 是 他和团组就会彻底撕破脸了 那如果扎到他们 会怎么处置 恐怕凶多几少了 不过你别担心 想要抓到他们俩 并不是太容易的 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我先走了 都做仔细了啊 听得没 是 鸡脚嘎拉的 都不要放过我 听得没 是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是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好 怎么样 找到没有啊 没有 你们那边啊 也没有 走 好 去那边看看 是 是 长浩哥 怎么样 你能坚持吧 来 长浩哥 来 我们去那儿休息一下 长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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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醒 来 来 走 我知道 你心里肯定在埋怨我 可我是个带兵的 希望你能理解 你就不能看在过往的情分上 放长浩一马 他公然犯上作乱 不绳之以法 怎么得了 长浩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怎么办 你是你 他是他 我会依旧照顾好你的 谢谢 这人心呀 都是肉长的 我相信你也没那么绝情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你那个亲弟弟绝情绝义 他居然为一个土匪婆娘 差点要了我的命 但是 我希望你网开一面 放他一马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除非 别大雅灭了 快说吧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改嫁于我 我到底哪点好 一句话 温良贤淑 是我喜欢的女人 我就担心 我再错嫁一次 我秋战敖对天发誓 只要你肯嫁我 我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如若十年 死于乱枪之上 越说越吓人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怎么说啊 你答应我了 明天 我先写一封修书给魏大彪 你帮我找人给他递过去 你这简直开玩笑 哪有女人给男人写修书的 我就是要给他开这个先例 我不绣了他 怎么嫁给你 什么时候 让我当新郎啊 我们 选个好日子吧 选日子不如装日子 我看哪 明天就入洞房 冲冲喜 这几天老子竟碰到些倒霉的事 也该高兴高兴了 是 是 陈寅哥 陈寅哥 你醒啦 我说什么 你等着 吴会长 吴会长 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给皇军供应的粮食做收齐了吗 哪能那么快呀 刚排完修公事的壮丁 又收军粮 唐队长 镇上的老百姓都在后面戳几两股骂我呢 我跟你说呀 办公差他难免得罪人 你多派点香丁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脚 谁他妈呀是敢不如数交粮 抓了给皇军杀头 二狗 看什么 没看什么 大队长 咱是不是得坐下喝口茶呀 对呀 吴会长 你看我们辛苦来一趟 你也不给我们弄点茶喝 对对对对 来 大队长 坐坐坐坐 常好哥 来 水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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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好哥 这水上冷不能喝太多呀 挂不了这么多了 好了好了 行了 越来越烫了 不能再耽搁了 必须得给你找个郎周 给你治伤才行 不行 没有时间了 你试出他们 肯定在心急活了得等咱们呢 没事 他们等不到咱们 会牵回青龙寨一趟 现在必须给你找个医生 来 走 好 这是给我的吧 来来 大队长 去喝茶 回会长 你这丫鬟还真招人喜欢哪 大队长说笑了 乡下丫头出手奔家的 瞧他把你给慌的 我是看不上你的丫头 看上他的人哪 是我这位小兄弟 你看 你看 你这眼神 都快盯着人的衣服了一下 这是夜里睡不着 白天吃不香啊 还请大队长和吴会长成全好事 你小子就是个没出息的人 肯定是没碰过女人的同男子吧 看见母猪都是美女 还是大队长您了解我 哥了解你吧 哥这不正在替你拉没说气呢 不 大队长 大队长边开证稿了 姓洪已经许配给人家了 许配人家了 你看 二狗 我就没话说了吧 许配给谁了 他只要没拜过唐成亲 我就要娶他 吴会长啊 你跟我说说 这跟姓洪定亲的是什么人 我这就要去拜访拜访他 兄弟 大队长 这 不能这样了 这样要出人命的呀 这 这念头死个人 算什么稀罕事 反正不管是死人还是帆船 这个叫姓洪的丫头 我是举定了 姚娃子回来了 二 二张家的 师 师叔 姚娃子 大听到大当家的消息了吗 这 在 在他 团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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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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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咱大当家被逮 逮进去 这说明啊 至少到现在 秀儒和葛大少爷 还没露入邱展敖的手里 但是 今天晚上的邱 邱展敖 成 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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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王八蛋 什么都不耽误啊 新娘的谁呀 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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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葛 葛 大姐 师叔 这下攀上亲戚了 他丘正敖 不会对他小舅子在下狠狩团了吧 可他不会轻易放过秀儒的 这样 妖娃子 你喘口气 再去仔细打探打探 还不知道 他以前说的 血液都有一点兽 但是你亲在一起 他以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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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我们在商量半九席的事 团座 恭喜您 今天又要当新郎了 你们两个通知 营连以上的军事 是 他以前说的 他以前说的 他以前说这事吗 他怎么能跟我说这些呢 长浩的事你就放心吧 我会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 好好准备准备 晚上当我的新娘 胡会长 咱先把这个 说没拉窍的事 先放下 说点别的事吧 大队长 请讲 这事嘛 事关重大 闹不好 会给你带来 灭门之灾呀 大队长 这吓唬我吧 这可不是吓唬 听说你儿子 在国军队伍里 还是个不小的官 跟黄军还打过仗 你想想啊 这事 要是捅到黄军那儿 会是个什么后果呀 大队长 我儿子确实是在 国运中当才 跟黄军打没打过仗 我不知道 大队长 求你了 给我兜住这件事 别捅出去好吗 兜住这事啊 要兜住这事 我也得冒着杀头的风险呢 不好办呢 你坐会儿 我去去就来 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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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怎么了 贿赂两个小汉奸 用几块大阳不就行了吗 你哪儿知道啊 这欣慰的今天事 存着心上门来敲竹杠 他危险说要把经纬的事 捅给东洋人哪 没有这几根金条子 怕是躲不过这场灾呀 我先去啦 这位兄弟 麻烦您在门外拔一下风 我跟大队长有点要紧事要说 没长耳朵啊 妈的 每回一轮的好事 就他妈一个人占尽 大队长 这几根金条 是我儿媳妇从汉口带来的 大队长办餐辛苦 拿去花销 好好好 吴会长不配是在场面上走动过的人 懂懂规矩 那我就不客气了 往后 还要请大队长多多掌音呢 好说 好说 不过 要把你儿子这事给遮起来呀 我还得了解一下底细 万一黄军哪天查问起来 我也好应付啊 大队长您问 我知道都告诉你 你看 你儿子常见在外 他的底细 你也未见得清楚 这样 我呢 当面问一下你儿媳妇怎么样 大队长 这 这样不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我查问这事也是为你们家消灾免货呀 要是让黄军抓不去审慰 那才叫不方便呢 那我现在就去把他叫来 不急不息 这样 夜里我再过来 你呢 让他先备一桌韭菜 我跟他先喝两杯 边喝边聊 告辞 二狗 送 好 大队长啊 那姓吴的孝敬你几根尽条啊 哪儿怎么来的尽条啊 做梦娶别人家媳妇 你竟想没事是吧 那去买酒吧 别咬子养了 你他妈也太扣了 打发要饭的呢你 大队长 有人找你 谁呀 一个抽要饭的 在那边 你就是大队长啊 你找我 找我要饭 不不不不 你觉得我会给你吗 我不是来找你要饭的 是有人花了钱 让我替你招一样东西 有 稀罕是 什么东西啊 一封信 大队长啊 拖这叫花子给您送信的 不能是嫂子 够闭嘴 你总得给我几个赏钱吧 去 老他妈赏你个抢子 老他妈赏你个抢子 老他人 豬白 一封信 更厉害了 你去看看啊 走绝路啊 不走绝路 这如今 也没有火路可以走啊 你快去收拾一下东西 带上星红 去找经纬 远走高飞吧 白亥 我不走 那个星纬的 他不会放过你的 怕老了 没什么可怕的了 你快走吧 我不 我不走 你快去呀 爸 你快去呀 我稍微 你快去 否 你 craving 不 我 你 见来了 鬼 鬼 鬼啊 鬼啊 鬼 大汤家的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吴镇长 家里出什么事了 没有活路了 跟我说说 是谁把你逼成这样的 大汤家的 我给你金条子 你能帮我杀一个人吗 如果那个人该杀 你不给我金条子也行 说吧 是谁 慧大彪 他在唐帝镇 先前逼我当了维持会长 给战领衬上了东阳军派丁派梁 现在又盯上了我他儿媳妇 马上就要来 欺负人了 吴镇长 你把信放踏实了 这事我帮你出头 你这么多古诈的救命恨人 哎 事情还没办成 先别谢我 吴镇长 我这儿有件事情 要先请你帮个忙 我 我能帮你什么吗 程浩 你 他胸前的伤势发作了 稍昏迷过去了 麻烦你 去给他请个郎中来 给他医治 哎 爸 保佑女儿 保佑女儿 这次没再嫁错人了 程浩 你到底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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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昊哥的伤能治好吗 我用些草药能暂时让他退烧 但是想要治愈他的伤 还得须吃些西洋医用的解毒消炎药材管用 西洋药 西洋药可不太好弄啊 是啊 武峰城里的商铺都缺货 东阳人也扛管得非常严谨 想要弄到这些药 只有下汗口 吴镇长 过了平静关 走陆路去槐树湾的话 要多久能赶到 孤量马长 半天久能到 不过 东阳兵把平静关把守得严严实实的 要想过去 有点白费心思啊 不白费心思 只要想过 就一定能有办法 来 兄弟们 今天是团座的大喜的日子 我们兄弟们一起敬团座一杯 来来来来 恭喜团座 倒酒 今天咱们一醉奉秀 咱们一醉奉秀 大队长 别这么看着人家 挺不好意思的 你又不是没过门的黄花大闺女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也还笑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陪别的男人喝酒呢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嘛 你看 你男人常见在外 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守空房 你肯定是寂寞难熬啊 是不是 王侯啊 我天天夜里来陪你好不好 大队长 你这问我男人的事 也用不着天天来呀 男人的事 那是一下就问清楚了 可女人的事 那可是慢工出戏会儿啊 你要是想问出点花样来 那你就得天天晚上过来 来 喝一个 来 喝一个 信红 再烫一大壶酒来 大当家的 这么安排能行吗 我向你担保 从今往后 让魏大彪不敢再到你家来找事 我这心里打鼓啊 陈珠奇 听我的吩咐 长浩哥 你醒了 看来 这郎中的草药还真管些用 我这是在哪儿啊 长浩啊 在我家 吴叔 你怎么把我弄到吴叔家里来了 找郎中给你治病啊 邱湛敖的兵 堵住了去槐树湾的路 满山遍野地搜捕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咱们竟然会躲到唐堤镇 你真是胆大 妄卫药啊 胆子是大 但不叫妄卫 这叫做灯下黑 明天 明天咱们从这儿绕到平静关 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槐树湾去 小声点 别紧动魏大彪呢 搞东西 魏大彪 他在堂屋里喝着小酒 高兴着呢 一会儿让你看场好戏 你可千万 不能给吴叔的家里招来祸事 你说反了 我这是在给他家消灾呢 你把心放踏实吧 不 这是药脚软帮我搁这儿啊 大队长 这是哪儿的话啊 您可是海量 这喝酒 就图个尽兴不是 好 今儿咱就图个尽兴 好不好 那你也别虚坐着 您也喝着 好 不过呢我只能少喝点 我这喝完酒啊 涂云脸红的怪难看的 脸红好啊 那是人面桃花啊 我喜欢 要不然这样 您抿上一小口 我喝上一满碟 好不好 来 来 大队长来我敬你 好好好 不你坐着 你坐你坐着你坐着 来来 好 你躺着酒缸里啦 满身的酒味 虚死人了 这叫人生得意须尽欢嘛 美灵 欢一就请吧 你不会像魏大彪一样 再让我失望一场吧 我哪是那种人哪 美灵 不要再提那个狗叛奸了 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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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少奶奶呢 她回厚厢房了 丧家门 比我性子还几啊 厢房在哪儿啊 从这个门转过去就是 好 好 酒粗饭堡 我该办正事了 来 让我从头到脚 好好地把你给查问查问 魏大队长 你想查问什么呀 大灯家的 怎么是你呀 怎么了 不想见我呀 来 来 我让你查 查问完了 我好送你去见阎王 不查不查 我哪敢查问大灯家的呀 魏大彪 不不不不 吴镇长 我魏大彪 永远不是泰山 就你大人 就大人 你饶了我一次吗 魏大彪 我想取你的狗命 就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容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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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灯家的身手 我是借着过 那是哪 哪天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就来找吴镇长一家的麻烦 你试试看 我让你活不过当天夜里 不看不看 给我个咋活也不敢再来 那是 老老婆 是老老婆 我是六 把我昨天脱的衣服给我洗了 知道吗 好嘞 小队长 你说咱这大老爷们一大清早 就在这儿洗 就是啊 我说吴会长 找人呢你 找谁啊 大队长让我来找一下周小酸 找他干什么呀 他办差去了 什么事 要紧事 要紧事找我呀 走 不 不是找你 我是大队长的铁杆小兄弟 要紧事肯定是我办 走吧 别耽搁了 不不 找我 那大队长找的是周小川 你去他 合适吗 合适啊 走 他还在你儿媳生屋里呢 年轻人说话 终于闪到舌头 大青岛的什么要紧事 你去了就知道了嘛 走 走 走 小心点 谢谢 你怎么来了 周小川呢 他 他 他来不了 队长 有事您吩 吩咐我吧 吩咐你 你能办好吗 我办事你应该知道呀 那好 这事要是办成了 我有重伤 大队长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改偷国军了 偷他们什么国军 我闭嘴 说正经事 尹大当家的和葛大少爷 要出平津关 我打算亲自护送一趟 你呢 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兄弟 互辆马车 一块儿走一趟 和上回一样呗 蒙过东洋人的耳目 这活活熟啊 也不一样 办利索了会有赏钱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 你就得陪着卫大队长 一块儿丢掉兄弟 放心 我是大队长的铁杆兄弟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保证办成 这事办成了 我正式替你为副大队长 好嘞 那我这就去办 快去快去 走 我不换 我一定会不行 我原来有什么事 给毛三个人 索飞 谢谢 这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了便宜还卖乖 卖狗屁乖 小队长 对呀 这又讨便宜又卖乖的事 老子凭什么不干 老子凭什么 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官 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啊 我是去走亲戚 老弟啊 昨晚上错过了喝你的喜酒 不介意吧 我知道 前长官忙得不可开交 确实脱不开身 今天啊 我给你带来一喜一忧两个消息 听了 你可千万别激动啊 长官 请说吧 先给你报个喜吧 展区长官部 建议你理工在先 有伤在身 仓促营敌 决定 免于追究你兵败贫禁官的罪责 长官不英明 有这个结局 前长官肯定替我说了不少好话 我确实费了不少口舍 这些天 要拿你问罪惩处的人很多啊 我邱某人更定长官了 往后 请长官多多疲惑 那是必然的 但是 我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毕竟 在这个地方一言九鼎的 只有师座 你在陪读重庆 有汪主席做靠山 师座也应该对你力量三分吧 那很难讲啊 人家的靠山也很硬 黄埔出身 蒋伟园长的嫡系 师公 你不会敢做吧 不会 那个女的 是青龙带的土匪婆娘 那个男的 魏大彪的小舅的 国军的军官 都是皇军想抓的人 太军 得抓紧时间哪 要不然那女的又跑了 来 是 抬起 四分 四分 哈嘎姑 哈嘎姑 你随便 你随便 哈嘎姑 哈嘎姑 你随便 再给你报个忧吧 平静关一战 你这一个团的人马 折损过半 师座 准备将你部缩编成一个营 这个营长嘛 那就是让我当营长呗 他妈的 太欺负人了吧这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是个人都难以接受 老子在前方卖命 他在背后玩那套 剪出疑己的把戏 多亏老子的部队没打光 否则的话 连个牌上他也不会让我当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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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安勿躁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还只是 师座一个人的意思 还没有最后定夺 没有最后定夺 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啊 回旋余地 我告诉你 别把老子惹急了 惹急了我 老爹 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了大清早的 生这么大气 简直是欺人太甚 把我邱战敖 当成随便捏得软柿子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 男人的事 你少管 昌昊有下落了吗 我现在哪还有闲心 管这些事啊 给 二狗 我平日一向对你不保 你跟婊子一样的 为什么要竹牌我 大队长 您对我哪是不保啊 你简直是太不厚道了 许过一大串的诺言 没一件实现的 那我只好自己争取吧 为什么要竹牌我 太军 你 你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竹牌我 为什么要竹牌我 竹牌我竹牌我竹牌 给你个大瓜子 为皇军效力 我会使出吃奶的力气 你 狗的不通 狗 狗的不偷 二狗 你就是个少货 我告诉你啊 你在狗后头加个屁字 你就通了 狗屁不 你少得意 你就是他丧家的狗你知道吗 等他挨刀吧你 魏大彪 恭喜你 有这么一个肝胆相招的兄弟 给我闭嘴 我他妈真是瞎了眼了 我他妈真是瞎了眼了 是 走 是 鸡船太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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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见外面死的快 哎哟哎哟哎哟 我见外面死的快 我要见外面死的快 我为黄金安全马后的小令 我会见外面死的快 我会见外面死的快 他人有不正快 我发现了一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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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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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